哈喽,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茄子的生长情况吧 这边一排 我发现这个茄子的品种,它个子有点矮小 可能是品种问题吧 它们都活了 并且我今天给它们覆盖了一层土 之前是铺了一层干草嘛 这边也有 这里比那边的大一些 可能是环境更好一些吧 看啊,茄子长得很棒吧 这里有花菇朵 很健康 很健康 真乖 为什么我觉得茄子很好种呢 是我有天赋吗 有些网友说自己种的茄子长得不是很好 我问我是为什么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吧 是我自己发现的 当我第一次移栽茄子小苗之后 它上面是没有草的 然后我会在旁边割一些野草 将它们均匀的分布在茄子周围 那样的话 曝晒几天的话 那些干草都会变干 像这样的变干 之后呢 再过几天之后 我就再从旁边挖一点土 然后再覆盖 给它们附土 就像这样 挖点土 然后这样 给它们多补点土 我发现这样它们的根系就会长得非常棒 而且很健康 像是一个 像是浇肥料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茄子长得非常棒啊 按这种状态的话 肯定会长得很棒 现在因为气温有点低 晚上还会有点冷的 所以它们可能长得不是很旺盛 但是过一段时间吧 等夏天到了 它们就开始疯狂的结果了 总之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经验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然后这个茄子嘛 它不需要浇水的 它就曝晒的时候曝晒 浇水就等下雨就可以了 下雨的话就算自动浇水 然后第二天下雨过后来看的话 它们会长得很大了 就那种感觉 其实茄子很好种的 就按照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方法 可以尝试一下 小苗的时候可以浇点水 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不需要浇水 老叶子适当的可以帮它们摘一些 比如说像下面的这些小叶子 可以帮它们梳理一下 因为植物它好像是有那种 对了对了 还有这一点 对了还有一点 我发现植物它是有一种向上的一种推力 向上拔出的一种顶力 你懂吗 顶 就是说如果叶子太多的话 它的这个顶力会分散开来 分散开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 剪掉一些老的叶子那种 不是很好的侧芽 这样的话它的力量会比较集中一些 然后顶的劲就会集中一些 会更好一点 这个好像树也是一样 然后这些植物都差不多 嗯对了 植物它是一个生存竞争的一个 一个圈子吧 一个环境 它们为了生存然后正在不停的竞争 跟其他草不停竞争 看按照这程度应该会长得很好 好的 茄子 关于茄子生长情况 汇报完毕 下次再来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我是闪电灵干 乖乖乖的啊 乖乖 乖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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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夏天 采收茄子的时候我和我再喊 卖茄子了啊 卖茄子了啊 哈哈 好了 是的 谢谢大家